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不过来 我是Rachel 黄瑞秋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最有趣的当然是中共的反应 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历了三次美国总统上台 第一次是特朗普 第二次是拜登 第三次又是他 特朗普回来了 有趣的是上一次拜登当选之后 过了两个多星期 习近平才发贺电给拜登恭喜他 但这次特朗普在发表胜选宣言之后 习近平在第二天立即祝贺他 就在7日上午 中共党媒新华社发表文章说 习近平向特朗普自贺电 计算时差 即是说习近平一睡醒就要计稿 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出祝贺词 连台湾的赖清德都没有这么快手 任空 教都没睡醒 就要计稿了 而且这次习近平说话都变了个通 上次祝贺特朗普的时候是2016年 当时中共党魁的气焰就非常强下 当时他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发达国家 世界两大经济体 中美两国 blablabla 我高度重视 还没关系 期待跟你一起努力 blablabla 差点就没向特朗普指明方向 这次习近平在贺电道一开始就说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即是说很明显就已经受了伤 势明显就弱了很多 中共党媒央视也急着去转弯 配合党魁的这个通 本来在大选揭终之前 5号的时候 央视旗下的短片频道 叫做小央视频 在微博出了一条影片 看一条影片的名字 你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了 影片的名字叫做 消钱的游戏 问号 一条影片看懂美国大选 钱都花在哪儿了 很明显是一场政治宣传 他想说的很明显就是 美国有很多问题 选举有很多问题 所以作为韭菜的你们 掌中国大陆这里 就要偷着落了 因为我这里没有选举 起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 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 结果在确认了特朗普当选之后 这个消钱的影片就下了假 在6号的晚上 央视微博就重新上传了一条 减纳版的影片 标题就改成比较忠诚的用词 就叫做 美国历史上最贵选举 有分析就说 中共觉得特朗普当选得罪不起 所以就急着转台 党媒的做法大家就见惯不怪了 在中国大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例如说银行倒闭 社会不公 哪里大型的车祸 高铁意外 党媒就竭力去隐瞒 喪事当喜事白 但美国如果哪里发生了天灾人祸的话 党媒就一定会清清楚楚跟你报道出来 有人就说 中国国内的人对美国的水灾是什么情况 比对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更清楚 如果从历史上去看 西方大国尤其是俄罗斯 都佔领过中国的土地 只有美国没有佔领过中国的土地 但中共就天天叫要打倒美国 但对俄罗斯的支持就无上限 中共之所以对美国有这么强的敌意 就好像上次我们节目中引述过分析说 是怕中国人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担心中国人想要美国的民主选举 想要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到时中共的统治就会岌岌可危 再说回特朗普重返白宫 大家现在很关注就是说 特朗普政府成员的核心人物会是谁 现在美国传媒就引述了特朗普团队的消息说 未来领导五个大楼 即是国防部的核心人选 会有前国务卿蓬佩奥 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预计他们两个会再为特朗普政府效力 蓬佩奥可能会担任国防部长 而奥布莱恩可能会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参议员劳比奥和参议员科顿 也有望会加入特朗普的团队 可能会竞逐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问题就是说 中共党魁很可能又睡不着好觉了 因为要起身度巧 正确就是说 这四个热门的内阁人选都被中共制裁了 在特朗普上任期的时候 这四位人士都积极批评中共打压香港和新疆人权 也很关心台湾的问题 他多次公开声援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 譴责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 他四个人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被中共制裁 包括了禁止他们和他们的家属 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 现在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内阁成员 重要的职位 他们会为中共订阅什么政策出来呢? 也很尴尬 这件事怎样呢? 谈判的时候面对面、左口左面 怎谈谈?去哪里谈? 不让别人去中国 即是说你来的了 你来美国的了 外界就会分析为你来求和了 不过这也是事实 这次特朗普当选不简单 因为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有可能将彻底重塑世界贸易体系 《华尔加日报》的文章 引述了投资银行Evercore 《华尔加日报》表示 如果跟特朗普的宣言一样 最终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征收六成的关税 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一成的关税 按照进口价值加权来计算的话 美国的平均关税 将会从2016年的1.5% 2023年的2.3% 调升去到17% 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 美国最高的关税 文章说 进口商通常会尝试将关税带来的影响 转嫁给消费者 不过有些因素可能会缓和这种情况 包括进口商可能会转移到 没有受影响的国家采购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为了避开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很多公司将他们的业务 他们的厂 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 当时中共还被人民币贬值 令货去到美国没那么贵 对美国国内来说 短期内 关税将会推高美国部分商品的价钱 但一旦价钱和经济 适应了新的关税 通胀可能会恢复原本的趋势 对国际形势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税也会重塑贸易模式 尝试的影响就是看回 其他国家会否采取报复措施 和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有得谈 结果有可能是全面爆发贸易战 也有可能 美国和他的盟友 会因为集体对中共不满 而团结起来 建立新的贸易体系 文章就访问了 曾经在特朗普政府 担任白宫官员的Williams 说WTO世界贸易组织 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有什么可以取代WTO的呢? 例如说 会不会是 和七国集团G7 进行某种形式的多边谈判 再加上一些核心的盟友 例如澳洲和韩国 甚至加上哥斯大黎加 他们是愿意去适应 更加以市场为道向 更加有潜占性的议程 美国的盟友可能更想见到这个方案 而不是打贸易战 一来就因为 跟美国一样 这盟友对中共越来越不满 中共在透过一系列WTO 压制不了的政策 向美国的这些盟友 出口越来越多廉价的商品 对中国国内的龙头企业支持 和偷涉别人国家的技术 第二就是因为 自从特朗普上次的任期过了之后 世界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俄罗斯入侵了沃兰 中共对他的轮廓 例如菲律宾 表现出好战的行为 日本、德国和韩国 都是处于前线的民国 即是随时可能会被人打的这些国家 跟以前任何时候相比 他们更加需要美国作为安全保护的 所以可能就不会太倾向 对特朗普的加税重施作出回应 我补充一下 第二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德国和韩国 是处于前线 怕被人打 日本是怕被中共打 因为中共如果要打台湾 他首先会打日本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第二就是说 德国是怕被俄罗斯打 韩国是怕被北韩打 说到现在国际上的地缘政治 特朗普已经在准备 如何停止发生的几场战争 这些战争平息之后 美国就可以将资源和精力 抽出来集中力量 对抗中共 欧洲战场方面 有美国的传媒就报道说 特朗普的顾问已经向他提出一些 结束俄乌战的初步方案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说 透过达成协议凍结战线 俄乌双方设立一个800英里的非军事区 这个区谁负责呢 就是欧洲人自己承担 这片土地的维和职责 这个方案还提出说 要乌兰承诺 最少20年内不加入不约 而作为交换条件 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兰提供大量武器 如果俄罗斯进攻的话 就没有武器去对抗俄罗斯 以上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现在特朗普还在和他幕僚讨论 然后才会再决定 采取什么具体的方案 中东战争方面 知情人士透露说 特朗普计划 向伊朗采取强硬的策略 向伊朗极限施压 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 压制伊朗的石油销售 令到他没有钱搞核子弹 没有钱去支持恐怖组织 例如哈马斯、真主党 其实伊朗的石油主要是卖给中国 即是中共把钱给伊朗买石油 伊朗收到钱用来支持哈马斯、真主党 哈马斯和真主党拿钱用来杀以色列人 这些中共的盟友和弟弟 在世界上制造了很多乱局 这些乱局清理了之后 美国就从战场到抽身出来 将更多的精力和挥花更多的心思去对抗中共 现在就是这样的趋势 所以很多敏锐的商人看到是什么前景 面对特朗普促势待发 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六成至100%的关税 中国商人已经抢先行动 抢着在关税前加速将货出口出去 推动了中国十月份 最后额同比增长了12.7% 创了两年以来的新高 远远超过市场的预期 但这个出口飙升 反映的不是生意好 而是生意即将不好 还有一家全球知名的澳洲家电制造商 Bravo 帕库 在特朗普当选后 立即宣布将生产线迁出中国 Bravo 的大部分产品 都在深圳周边地区生产 制造仪式咖啡机 磕面包机 炸汁机 微波炉等等的电器 卖去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十多个国家 Bravo 的CEO 向股东大会说 公司在尽快将更多生产业务迁出中国 以免受到美国可能会加征的新关税影响 竟然连登柱都要改名 政治不正确 登柱的名字就是他身上的编号 元朗有一支登柱的编号 原本就是FA8964 最近有市民发现 这个号码竟然被消失了 这支登柱被重新游上七游 改名叫GD8332 由法 由生 由义 好异头 是不是觉得之前的号码不好异头呢 现在香港变成连一个号码都容不下的地方 我们熟悉的香港去了哪里呢 现在不止是杜sir到其风 说几句话被党媒批斗 还牵涉到我们的梓山姐姐 黎梓山冒着烟火去到沃阿兰和以色列 拍摄纪录片《战场上》 在节目中 芝山姐姐引述了居民所说的俄军的暴行是如何 例如说抵抗俄军和手机里有俄军坦克的照片 会被杀的 甚至有居民什么都没做 在街上放狗或踩单车 一样会被杀 其实这些俄军的暴行 大家都知道 又不是TVB独家报道 但有亲共的网民就不满了 他们质疑这个节目立场偏颇 误导观众说是完全没有解释战争的深层原因 又说在散播烏克兰是战争受害者的假资讯 于是群起向无线和通讯事务管理局投诉 例如有亲共的网民在TVB留言说 他说节目很偏颇 无线 这次又想洗香港人脑 为什么不说护克兰只需要放弃东扩 放弃加入不弱就可以不用打仗呢 作家冯希乾说 这是此事而非的假资讯 例如这个留言说 护克兰只需要放弃加入不弱 俄罗斯就会停战 但早在两年前的时候 普京的盟友也是现任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接受法国LCI采访时已经说到 他说即使沃兰宣布放弃加入不弱 俄军也不会停止对沃兰的军事行动 因为普京要实验的目标是要将沃兰去纳粹化 至于那些亲共的网民指责无线 误导观众不说历史因由散布沃兰才是战争的受害者 冯希贤说 这说法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当然有理由就不代表你一定要同意那些理由 但他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这些网民认为侵略的一方 才是深层原因之下的受害者 冯希贤说 他们就没有理由不同情当年被逼侵华的日本 然后冯希贤就很厉害地把亲共网民对俄乌战的评价 所谓的深层原因 和当年日本侵华比较了一番 点出今天这些亲共网民不合理的地方 详细我就不说了 有网民就发现 MyTV Super和官方网站 就未能搜寻到战场上这个节目 引起了节目下架的揣测 但无线节目表最新的情况就显示 这个节目就未完全下架 之前是播了特朗普的特輯 星期五会再播回战场上 希望我们的智山姐姐她辛苦的付出 可以全部呈现给观众了 今天节目说到这里 时间乖真是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